最近发生了很多事,无不与年轻人的工作生活相关。 其中触动最大的,就是张家界天门山的集体跳崖案。 目前媒体公布的信息,大概是这样的。 四人三男一女,分别来自于福建、河北、河南、四川。 年龄最大的33岁,很可能是出生于1990年,也就是90后。 最小的22岁应该是00后。 三人当场跳了下去,其中一人被阻拦,并送往医院。 但因为事先服毒,也不知身亡。 光是这一点,就震惊了不少人。 四人生怕跳崖失败,居然跳之前,还服下了剧毒。 也就是说,他们抱着逼死的决心,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 他们在跳崖前,留下了简短的遗书。 遗书里,只有一句话。 本人某某某,具有明示行为能力。 本人是自杀,与其他人无关。 他们甚至不对跳崖的原因,做任何解释。 可能对他们来说,生活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 这四个不同省份,不同年龄,不同性别的年轻人, 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。 那就是农村出身,家庭条件不好。 例如河南人刘某勇,今年34岁,家庭条件非常差。 已经离异,唯一的孩子,跟随了妻子。 再是河北人彭某君,今年33岁,家境贫穷。 初中就辍学打工,性格非常内向,至今未婚,一事无成。 还有福建人张某瑞,今年23岁,是家里的独生子。 初中毕业之后,就一直外出打工,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,看看父母了。 而四川人陈某婷,四人里,唯一的女性,今年22岁,在美容店上班。 在朋友看来,性格开朗乐观。 但可能是表面乐观,内心悲观的人格。 她的家境一样,也比较差。 而且,父亲刚查出癌症。 事件引起关注后,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个深度报道,采访了死者的朋友,邻居与亲属。 报道中,四个家庭折射出了各种底层困境,养老疾病婚姻,家人都忙于谋身无暇他顾,缺乏家庭温暖。 从报道来看,他们相约父死最主要的原因,是贫穷,是心累,是生活看不到希望。 这其实是青年群体,特别是农村青年,都会遇到的问题,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。 首先农村问题,虽然现在也不好,但这些年轻人所处的时候更差。 医疗教育养老,几乎都没有兜底。 所以,农村儿童常常比城市儿童,更容易陷入,失亲和失学的困境。 这在他们成长过程中,会带来很严重的心理问题。 即便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儿童,其实很多都是留守儿童。 父母为了生活,选择去城市打工,孩子就扔给爷爷奶奶,基本处于放养的状态。 前几年有过调查,这类儿童大概有六千万。 很多人长大之后,长期游走于社会边缘。 很多人自己都顾不上,更不用说农村父母的医疗和养老了。 再是青年问题,无庸会言,影响最大的就是房地产。 年轻人不婚不遇,躺平摆烂开始盛行。 原因就是,面对高房价或高房租,比较绝望。 特别是对于农村青年,本来底子就薄,城市里根本待不下,农村也回不去。 有一个残酷的比喻,高速发展的社会,给农村青年打开了一扇,通向社会的繁华大门。 但是大部分人只能站在门外看着,永远也进不去。 还有就是就业问题,经济衰退周期,加上三年疫情冲击,对于基层劳动者影响也很大。 特别是今年,沿海制造业,大罗斯都不招人。 而疫情,也会导致疤痕效应,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。 当然,疤痕效应一直都有,也并不仅限于新冠疫情。 重大事件过后,人类的行为模式,会发生长久的变化,人们可能会变得消沉,甚至厌世。 这种改变,就被称为疤痕效应。 以上三个问题,随便摊上一个,就能让人吃不消。 而农村青年,却常常遭遇三连击。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,就是经济增速放缓,对整体国民心理健康的影响。 上个月底,经济学记刊,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。 经济增速放缓,对国民心理健康的影响,来自中国家户层面的证据。 这篇论文基于,2010-2018年,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。 样本覆盖了,25个省市自治区,占中国内地人口的,94.5%。 研究的结论是,GDP增长率,每上升1%,国民心理健康平均改善,约4.69%。 而在2010-2018年间,中国GDP增长率,下降了3.9%。 根据估计系数,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,导致国民心理健康标准差,恶化了18%左右。 而传导机制分析表明,经济增速放缓,使得劳动市场受到冲击。 公众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下降,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下降。 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交通通讯这部分消费,负担增加。 娱乐文化服务等享受型消费,却受到抑制。 焦虑抑郁的情绪,难以得到有效排解。 与此同时,国民对经济的消极预期,进一步加重了心理压力。 同时分析表明,中老年,农村人口,低教育水平人群,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冲击更大。 他们更加敏感脆弱,心理健康恶化程度相对更高。 当然,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,全世界的自杀率,其实都在攀升。 而几乎每个主流国家,都有自身的缺陷。 不过,中国国内,却有一种独有的压抑感。 只要经济下行,思考的人越多,质疑的声音,就会越大。 这两年的质疑声,和过去经济好的时候比起来,那简直可以说是紧喷。 但随之而来的,就是各种限制和封杀。 于是,一部分人发现无法发生,无力改变时,最极端的,可能就是走上这四个年轻人的路。 最近几年,寺院里总是人山人海,溢水的年轻面孔,虔诚地求神拜佛。 上班与上进之间,年轻人选择了上香。 有媒体,忧心忡忡地批判他们,封建迷信,不求进取。 可是反过来看,若他们能够在寺庙里,寻得一丝宁静和释然,总比走上那些不归路,来得要好些。 其实,穷人最大的悲哀是,当财富成了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后,贫穷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艰难,也可能会降低他的社会存在感。 这就是穷人面临着,物质贫乏,和精神孤独的双重压力。 贫穷且贫淡,不仅更难做到,甚至可能成为被鄙夷的标准。 他们无法选择出身,也选择不了工作和生活,也只有自己的生命,是他们,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。 但是世俗,又给生命赋予了各种枷锁,使得他们背负着,无尽的痛苦,和沉重的负担。 现在好多年轻人,拒绝结婚,拒绝生孩子,理由是不想让下一代和自己一样,被当成取之不尽的人况。 因为生的主动权,完全在他们手上,政府在牛,也没办法逼着人们生孩子。 所以,选择绝育,也是他们,唯一可以用来对抗的方法。 如果人们可以理解,当代年轻人,为什么不愿意生育? 应该也就能理解,这四个年轻人,为何能够如此决绝? 从整个社会来看,能够得到上一辈伏辟的年轻人,毕竟是极少数。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父母能供他们读书,就以拼尽全力。 然而靠读书改变命运的红利期,也已退潮。 当社会要求,他们把好不容易穿上的长衫脱掉时,那种失落与悲凉,可想而知。 有人曾评论,年轻人可以焦虑,可以悲观,但不可绝望。 无论如何,单就物质条件而言,今天的人们,总好过改开之前。 一些人,包括那四个跳崖的年轻人,之所以选择放弃,是因为前方看不到希望。 但生命本身,就是希望的一部分。 我们必须依靠它,才能穿越历史的波涛。 这段话说得很好,也很有力量,但活着不仅需要意志力,也需要周围的理解。 所以,这个社会需要共情,而不是苛责他们的懦弱。 当有的年轻人开始躺平,不买房,不结婚,不生娃,不消费,甘于平庸一生。 对于他们这种选择,不妨少些苛求,少些指责,不妨先尊重他们的想法。 允许他们,在生命的体验中,逐步感知生活着的意义。 而不是指责他们,应该怎么办,不应该怎么办。 毕竟,内心的觉悟和觉醒,强过一切空洞的说教。 其实,如果想对年轻一代好一些, 那就要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选择, 把成长希望和上升空间留给他们。 更重要的是,减少对他们的要求及索取。